科學新知賀連特別版 第二節 刚才有一件事 第一節都忘了提及 非常感謝有很多忠實的聽眾 繼續在新的農曆新年 封了禮事給我們這個節目 透過PayPal和PayMe 專門支持科學新知的節目 非常感謝大家 始終科學新知的節目不是像其他 想著要面對所有 全體觀眾的一個節目 原來我們有一群人 特別有興趣聽科學知識 我們就走在一起 去聽這個節目 定位本身就很少中了 所以得到大家的支持就更難能可貴 小弟在此代表團隊 多謝大家 這一節內容說什麼呢? 我自己也發覺在預備這個內容的時候 都學到一些新的東西 其實就說一些比較技術性高的 一些關於電腦科技的東西 但是這樣 在學電腦科技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有些很基本的元件 有些可能不只是說我們電腦 就算我們用手提電話 日常很多很基本的電子裝置 都有一些很基本的元件 例如說他的那些 能源裝置 電池那些東西 另外就是他的運算單元 另外有一個好 大家都不會陌生的 就是他們說的記憶的單元 記得小弟當年還在 讀中學的時代 去修電腦科 一定會學一些 基本的電腦裏面的結構 譬如他有中央的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就是CPU 然後還有一個 專門擺放短暫記憶的 一些RAM的東西 然後又很煞有介事說 這些記憶體 有分短暫記憶和長期記憶體 譬如那些短暫記憶體 很多時候是說一些 你關掉了機器就沒有了 你一直在運作 一直有電給他的時候 他都會幫你記住一些東西 但是你關掉了機器 那就忘記了 所以如果你想一些資料 你可能是寫了一篇文 或者計算了一條數 寫了一個程式 你是想他關掉了機器 還是有些資料可以儲存記憶的話 你就需要依賴一些 比較長期儲存的東西 所以如果在電腦世界裏面 我們一直學習的時候 分得很清楚 一些什麼叫做短期儲存和長期儲存 譬如現在在我的畫面上 我頭殼頂上 你會看到一些 一條條 黑色一粒粒上面 那些就是那些RAM 是不是 那麼我們買電腦的時候 就既是說 他那個CPU規格要有多厲害 可以運算得多快 另外也要說 他的記憶體有多少 你的記憶體越多的時候 他處理這些這樣的運算的時候 他的暫時裝載著 這些資料的能力又會高 然後我們還要說 這些這樣的RAM 這些短暫記憶體 那麼他的反應時間有多快呢 就是你放這些資訊 和在裡面讀一些東西出來的時候 他的反應越快 你整個運算過程也會越快 另外我也會說 那個叫Hard Disk有多大 以前就很專門說 Hard Disk 就是燈系裡面 你會看到有隻 金屬的碟 其實是瓷的碟 那麼他就用一個瓷力的原理 就幫你去儲存 這些資訊 那麼其實在這一節的稍後時間 我會比較仔細去解釋一下 這些這樣的長期 尤其是長期記憶體 他是背後用一個什麼的 即是物理的原理 來將這些資訊儲存在這裏呢 於是我們就是 運算單元短期記憶 長期記憶 我們分得很清楚 我們知道有這些結構 基本上我們就知道電腦就一定要有 這樣的事情 但是隨著這個電腦運算 越來越進步 我們發覺很多這些 記憶體和運算單元的界線 可以越來越模糊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又是幾個星期前 我們就特意提到 量子電腦的發展 其中我們特別提到 這個IBM公司 他其實在2023裏面 平地一星雷 有兩三個 很震撼 革命性的 電腦方面的發展 除了他建立了很多 這些量子單元的 量子電腦之外 另外就是 亦都有他們的電腦工程師 設計了一個新型的 運算裝置 就將他們這些短暫記憶 和CPU的單元 就不再清楚地分開 就將它完全混雜在一個晶片裏面 放在裡面 去模擬我們人腦 也不是說模擬的 比較像我們人的思考運作 我們是不會有另外一個 獨立的一條RAM 或者一個硬碟 是可以拆得出來 然後可以放在另一個人 那裡移植下去 我們的運算和我們的記憶 都散落在我們整個 腦部神經元網絡 這些其實仍然是題外話 我想帶出一點 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的電腦 運算和記憶的設計 這些功能區的設計 都會隨時進步 我們是希望追求更快 更強 這裏還要提到什麼呢 現在大家看到畫面上的英文報道 也有提到 有一種概念叫做 Universal Memory 我想如果真是比較熟 計算機工程的朋友 可能你一早就聽過 對於小弟來說 真是新的東西 為了預備這個 我也刻意去做一下功課 他在說的是什麼呢 有人問 我們電腦裏面 又要分一些短暫記憶 又要分一些長期記憶 為什麼要分兩樣呢 我可不可以發明到一件事 就是 通用的 它既可以做短期記憶 即短期記憶就是 去輔助我的 CPU 本身的運算的需要 而同時間 它也可以作為一個 儲存大量資訊 的一個需要 無論是關機和開機 我都可以去記憶到一些東西 這樣行不行的呢 以往我們不是很喜歡這樣想 因為 不是太可行 這樣就又是了 熟電子 電腦的朋友會很清楚 RAM 它是短期的東西 關機就忘記了 但是它有一個好處 它是因為裡面都是用到這些半導體 一些這樣的 Transistor 那些晶體管結構 它就可以做到那個反應很快 就是裡面基本上就是 你的電子訊號可以出入得多快 就決定了你的記憶資訊可以出入 就是多快 就是由你那個 半導體本身的物理 你基本上就可以知道這件東西 是多快、多慢 當然如果裡面有時候電阻 或者是左礦 那些東西大了、少了 就會影響到它的反應時間 這個就是題外話先 但是問題就是 它雖然是 這些RAM反應是很快的 但是它一定是需要有一個 電在運作著它才可以 記得到這些東西 如果我想把它拆出來 一沒有電 隨身攜帶 拿去其他地方再拆的時候 基本上就沒有任何資料 在這裡 所以我們實際上也需要有一些 可以不需要用電 但也可以寄到東西 的東西 於是我們需要一些 叫做長久的儲存裝置 長久的儲存裝置 譬如最早一代 就用到那些磁碟 即是 一隻可能很小的floppy 一隻才得到 一米多的容量 但是譬如 Hard Disk的話 它裡面就可以 將那些磁軌 以及裡面的磁力的單元 可以做到更加精細 於是就可以在一個更小的面積 放更多的資訊 我們建立這些 這樣的硬的 這些會轉動的磁盤 這個技術 就其實發展得很快 即是說90年代 你一個家用的電腦 是用著一個 200MB的Hard Disk 現在是說 200GB甚至兩個Tira 即是說那個進步 是以千倍以萬倍 去上去 所以其實如果計算 其實不止 已經是說以十萬倍 百萬倍去上去 在這些 那種電子科技 令我們可以建立磁碟 建立得更加好 而且甚至乎 我們也要學習 原來我們就有一個磁頭 磁頭既可以有一個 專門用來幫我讀裡面的資訊 在磁盤上有一些地方 磁力的指向 向上 有些向下 代表著 那些一同零 這些信號 就代表了 另外如果你想寫東西上去的時候 有一個磁頭 就可以幫你 加一個磁場 去扭轉了磁盤上 那些物質的磁力方向 於是乎 零變一 一變零 你寫 又可以讀 又可以寫 基本原理就是這樣的 因為這個 這個磁的情況 需要去依賴著 看你那個轉盤轉得多快 又停了到起動那一刻 中間要用多少的時間 就像你駕駛跑車 和駕駛普通的車一樣 它的起動能力快不快 就決定了你 整件東西 去磁碟 以及去寫東西上去 時候的反應快不快 很多時候我們印象中都知道 有用過舊式 這些 硬斑斑有個圓形磁碟 或者磁盤的 這些長期記憶裝置的朋友 你也都知道 它很慢 你要長期記得好 不用電都記得到 那件東西就是很慢 但是你要快 那件東西就雖在 一關機就會忘記 所以令到我們在過去 去用這些 記憶體的時候 就要分兩類 一類就專門幫我應付運算 但是關機 不能忘記 只需要 我想記得的時候 就將它搬去 另一個長期記憶裝置 那個是反應慢一點的 但是它就幫我記得好一點 不用用電 還可以帶著周圍走 甚至乎 所以就會這樣分 但是我們目標是 繼續要追求 有沒有可能找到一隻 既可以關機都還記得 但是它的反應有很快的物質 那它就可以變成 一個叫做通用的記憶體 以後我們不再需要分 短期記憶、長期記憶 RAM 還有那些 Hard disk 甚至SSD 那些東西就不用分 原來在 物理科學材料科學裡面 化學裡面 我們是有追求的 那現在是有一些的進展 那現在留意 這個新聞裡面 講的一些 一班科學家 找到一種叫做 GST467的這種物質 裡面具體什麼呢 我的結構是什麼 我自己都完全記不到了 但是牽涉到 就是一些稀土研究的科技 他找到一些 稀土的物質 結成為一些半導體的 物質的時候 他是有一個能力 就是說 可以去 透過改變 他的物理狀態 來令到他可以有一個 長期記憶的功能 而且反應時間 做得到很快 這一頁 我就想 跟大家解釋一下 那些不同的記憶體的原理 現在在畫面的左上角 就是舊式的 磁頭的原理 上面有一個磁頭 它是可以有 給出 強力磁場的能力 從而令到下面的記憶體 那些磁碟 磁帶 這些上面的一個很細範圍裡面 你就可以改了去磁力的方向 一直在一個很細範圍 這裡改一些 那裡改一些 將資訊就像一枝筆寫在紙上面一路寫上去 所以就是你的單元做得越細 那你可以 資訊擺的密度就越高 而且你的磁頭的精準程度也要很高 才能夠做到 可以在更加細的面積裡面 放更加多的資訊 這種方法來講 就是他的資訊儲存的時間 可以比較久 但其實都是不外乎以 幾十年去計算 我們現在知道 在今時今日 節目出門的這個年頭來講 我們很少再 也有的 但比較少聽到 還會用磁碟的概念 硬碟磁碟 這些概念 仍然有 但是是少的 但是更加多 就是一些叫固態硬碟的東西 無論我們手提電腦 還是普通的電腦 我們用固態硬碟似乎容得更加多 固態硬碟是很有趣的 他的讀寫可以快一點 但是他就很特別 他就完全沒有轉動的部分 沒有轉動的部分 就令到他的反應時間 就沒有一個物理起動的限制 如果你的磁碟要轉得很快 又不轉變就轉得很快 你只要起動那一刻 已經有一個反應時間 是那個物理給出來的限制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固態硬碟 他的物理限制主要是來自 就是他裏面的電池 尤其是電路的反應 你會發現固態硬碟的原理 和一般的短期記憶的原理有少許相似 他也是運用到半導體晶體管的結構 他裏面是 儲了多少電荷 儲多些電荷就為之一 沒有什麼電荷 低電壓的狀態為之零 但是他比起那些短期記憶 就多加了一些結構 那些結構就是一些閘門 一些Gate 你就可以當一個洪水防洪閘一樣 他就可以有些電荷進去的時候 就落閘鎖住 讓他走不了 就算你關了Gate 外面沒有電 他繼續有些電荷鎖住 他繼續有電荷鎖住 他裏面的資訊 代表著的資訊狀態就是1 一天不流走的時候 他就一天把這個1 或者是高壓低壓 有1、0的資訊 就繼續鎖住 所以關鍵就是 固態硬碟技術 就是他能夠設計到一些 控制到他的電荷 鎖住在那裏 不能動 或是可以放他走 那些 技術能夠做得好 令到固態硬碟技術成熟 固態硬碟的儲存資訊 相比於這些磁碟是短的 一般來說可能是10年 如果有些東西寄在SD卡 或者SSD 那些固態儲存 你預算他的壽命 不能像磁碟那麼長 這就是另一個限制 所以為什麼大家會說 有些東西都最好 放多一個在雲端裝置 不要只是依賴在SD卡 以及你本身的 電腦裏面的固態硬碟 好了,真的說到氣肉了 為什麼我們現在有能力 去問頂這個通用儲存呢 因為先前無論SSD好 他都是反應時間 未必滿足所有的需要 我們希望找到一種物質 反應時間快 應付到支援運算單元 支援運算單元 去計算的需要 同時間他也可以 就算關機也儲存到資訊 就滿足到長期儲存的需要 現在在我頭頂上的黑白 這個圖的技術 就是PCM的技術 是利用到一些物質上面 來幫我去記錄資訊的技術 他其實是這樣說的 他就是說 將那些稀土 一種很獨特物質的稀土 很有趣的 就是你如果能夠 施加了一個電壓的時候 他就能夠改變了他的狀態 那個物理狀態 就由高電阻變成低電阻 或者由低電阻變成高電阻 他就由高低電阻狀態來決定儲存的資訊是零還是一 即是他儲存的基礎不是基於用磁力 不是基於用這個 存了多少電荷 他是由他這個稀土本身 他根本身的整個物質結構 來他裏面的分子是怎樣排列 來決定他裏面是高電阻還是低電阻 譬如說裏面是一個很鬆散 玻璃狀態 亂排列結構的時候 電阻就會高 但是如果整個晶體 突然間受到外面的刺激 令他擺放得很整齊 那他就是一個低電阻的狀態 而他究竟是高電阻低電阻 我們都找到一個很快的 一給電壓下去 他立即能夠很快反應改變的 一個這樣的原理 就成為了 這種叫做上邊式的 記憶體的裝置 就是這樣來 這些研究人員 我覺得很厲害的一個地方 就是他能夠去設計到 一種這樣的物質 運用了這個原理 就是跟我們以往用的原理不同 既滿足到他的反應很快 又可以做到很精細 而且就算關機 他的物理狀態依然在 於是就做到這個記憶的效果 他這個記憶也可以 歷時去以十年計 所以他能夠滿足到 好像有一個SSD 但他的反應應該還可以比SSD 暫時看他的參數 跟我們RAM的 反應時間是可以一樣快的 所以現在我們可以期待 可能在等一個 個位數字的年份時間 突然之間大家看到 電腦就是 不再分RAM和SSD 可能還有一種叫PCM Universal Memory 一種通用的記憶體的技術 就會在 十年內的時間 就會成熟 大家喜歡玩電腦的 就拭目以待 雖然我自己不是寫程式很厲害 但對於這些 跟物理有關的電腦科技 我也非常喜歡看 我們這節來到這裡 我們下節有其他內容 讓我們下節有啟動的 你們有機會 把電腦的電腦 跟著 多久 每個字都聽到 有機會 我們下節有啟動的 我們下節有個 我們下節有個 有機會 我們下節有啟動的 我們下節有啟動的